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最新数据 俄军在此期间损失了1170人 这一数字展示了战场的残酷程度以及乌军的顽强抵抗力 在哈尔科夫北部利浦地区 俄军尝试了9次突击 试图突破乌军防线 但军被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击退 此外 哈尔科夫东部的库皮杨斯克方向成为俄军的重点进攻区域 俄军共发动12次进攻 并对洛苏瓦地区实施两次突袭 乌军进行了有效防御 战斗结束后收集到超过90具俄军士兵遗体 在莱曼方向的战斗同样激烈 俄军对涅夫斯克 马吉夫卡和托尔斯克地区进行了8次冲锋 但乌克兰第12亚素旅与第46和第60机械化旅联手进行了11次反击 成功遏制了俄军的进攻势头 在新瓦尔斯克方向 乌军击退了俄军对比洛霍利夫卡和尚卡米扬斯卡的16次攻击 随后发起了有限的战术反击 尽管俄军反复尝试突破 但在这一方向未能取得显著进展 在巴赫木特和恰佐夫亚尔附近 俄军对乌军克拉玛托尔斯克阵地发动了4次进攻 但未能撼动乌军防线 而托列斯克方向战斗尤为激烈 在滑翔炸弹的支援下 俄军13次冲击乌军阵地 纽约镇利皮夫卡和托雷茨克等地爆发了激烈交火 尽管俄军在部分区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乌军依旧顽强强防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乌克兰军队在15个区域内与俄军展开了激烈交战 共击退了俄军51次进攻 在赫罗迪夫卡 战斗尤为惨烈 双方在近距离内血腥厮杀 尽管俄军一度威胁到乌军阵地 但最终被乌克兰军队成功逼退 在库拉霍夫方向 俄军如潮水般不断进攻 然而几十次进攻 均被乌军的高密度火力击退 未能突破乌军防线 目前 顿巴斯地区的托列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 仍是焦点战场 俄军试图切断乌军的补给线 发动多次猛烈进攻 但乌克兰军队凭借反坦克导弹 和重炮的精准打击 成功挫败了俄军的作战企图 尽管俄军不断推进 逐步侵蚀乌军阵地 但付出巨大人员和装备代价后 依然未能取得战略性突破 最近 是伟大胜利 但事实上 他们距离该村仍有十公里之遥 更别提彻底控制该地区 这所谓的胜利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 仍需观察 在前线局势紧张之际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希尔斯基表示 乌军在托列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的局势 已得到控制 俄军的所有攻势均被乌军成功击退 然而 尽管乌军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 前线压力依旧巨大 俄军在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 仍不断推进战术目标 克里姆林宫甚至不惜放任乌军深入库尔斯克 已继续在前线保持攻势 特别是大量使用华翔制导炸弹 乌军对俄军机场的连续有效打击 对俄空天军造成了相当损失 俄军的空袭频率和强度有所降低 但尽管如此 华翔制导炸弹的威力 依旧给乌军前线部队带来严重损失 乌军的防空系统尚无法有效拦截这些炸弹 乌克兰政府一直期望西方国家 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的限制 尽管这些导弹的射程仅为300公里 与俄军动辄上千公里的导弹相距甚远 但它们依然是乌军急需的武器 然而 美国等国家至今拒绝这一请求 使乌克兰在应对俄军空袭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泰晤士报》报道称 出于对战争升级的担忧 美国政府一直阻止英国允许乌军向俄境内 发射风暴影巡航导弹 英国政府正在等待美国 法国及其他合作伙伴的批准 才能可能为乌军提供发射授权 风暴影巡航导弹是多国联合研发 英国必须与合作伙伴协商一致后 才能采取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英国政府 做出更大努力 他指出 在整个战争期间 英国展示了真正的领导力 在武器支持 政治援助 以及对乌克兰社会的支持上 都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但泽连斯基也提到 当前局势放缓 乌克兰迫切需要 能够改变战局的武器与援助 虽然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国家更多支持 但并未完全依赖外部援助 虽然乌克兰一直呼吁西方国家更多支持 但并未完全依赖外部援助 乌克兰计划在今年将其武器射程 从原先的300公里提升至1000公里 目标是对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空天军基地 以及燃料库等关键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乌克兰希望通过自主研发的武器 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以在战场上获得更大优势 8月18日 乌克兰媒体报道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持续军事行动 取得了重大进展 即前一天摧毁 格鲁什科夫卡村附近的一座桥梁后 8月17日 乌军又摧毁了资瓦诺耶地区的塞姆河桥 切断了俄军在该区域的重要交通和补给线路 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乌军在该地区的攻势取得了重要突破 随着乌克兰军队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桥梁进行精确打击 局势迅速恶化 当地的俄军已接到撤退命令 放弃赛姆及其西南区域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军事博主报道 这次撤退涉及约7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一决定显示出乌克兰军的攻势对俄军施加了巨大压力 8月18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表示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进一步巩固了阵地 并扩大了稳定控制的领土 乌克兰军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向泽连斯基报告了这些进展 并强调乌军已成功补充了战俘交换的储备 这表明乌军在战斗中俘获了大量俄军士兵 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讲话中提到 虽然乌军的推进速度不快 但没有遇到俄军的有效阻击 这表明乌军的策略正在逐步走效 尽管对手训练有素 乌军依然保持攻势 军事专家指出 8月16日 乌军摧毁了库尔斯克地区的克列涅槃塞姆河桥 这座关键桥梁的损毁切断了俄军南部地区的后勤和撤退通道 8月17日 乌军完成了对该市的包围 并成功阻止了俄军增援的应急车队 乌克兰空军的精确打击 再次显示出其在空中作战中的优势 使俄军在该地区的增援行动屡遭挫败 8月17日 乌克兰空军摧毁了塞姆河上的第二座桥梁 进一步巩固了对该地区的封锁 俄方报告称 这一地区多达2500名俄军可能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表示 空军的精准打击极大削弱了敌军的后勤能力 对俄军的作战行动造成了重大影响 在库尔斯克地区被包围的俄军部队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第155海军陆战旅 该旅此前发布了残忍对待乌军士兵的视频 引发了广泛关注 乌克兰军方已将该旅列为优先歼灭目标 并下达了不接受投降的命令 视频显示 乌军多支部队正在全力围剿该部队 意图彻底消灭 这支在乌克兰战场上屡次被重创和重组的部队 在战俘交换方面 乌军表示 俄军目前掌握了6000多名乌克兰战俘 而乌军则俘获了超过2000名俄军士兵 这种比例使得俄方在交换战俘方面态度不积极 然而 随着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突袭行动中 再次俘虏至少3000名俄军士兵 俄方态度有所改变 尽管俄方一度宣称不会再与乌克兰进行任何接触 但俄方交换官员已主动联系乌方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 此次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成功攻势 标志着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乌克兰军队通过精确打击和有效战术 不断削弱俄军战斗力 并在战场上占据了主动 尽管未来的战斗依然充满挑战 乌克兰的行动展现了其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8月19日 据乌克兰库尔斯克作战司令部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位匿名官员的最新消息 俄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阵亡人数已超过6000人 乌克兰方面向俄方移交了4000多具遗体 这一数字令人震惊 尤其是在短短12天内 乌克兰军队成功歼灭了超过6000名俄军士兵 并俘虏了3000多人 乌克兰总司令亚历山大·谢尔斯基向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报告称 仍有大量俄军俘虏即带转运 这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后勤能力构成了巨大压力 上述事实足以证明 俄军在库尔斯克战场的损失已超过1万人 此外 俄军的损耗不仅限于库尔斯克战场 还包括乌东地区的部队 自8月6日乌军攻入俄本土以来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损失在12天内已达13350人 两个战场合计损失超过23000人 这种巨大的人员损耗给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和政治决策带来了巨大挑战 外界纷纷猜测 在如此高的损耗下 克里姆林宫还能支撑多久 在库尔斯克方向 乌克兰军队已确认攻破了科列涅槃 该时的俄军守军可能已投降 乌克兰媒体报道 昨日数千俄军被围困在库尔斯克西南的重镇科列涅槃 这些俄军并非普通义务兵或合同兵 而是俄方的精锐部队 包括第72摩托化布兵旅的部分部队 两个散兵突击营和三个边防营的残暴 消息人士透露 乌军已控制了科列涅槃的大部分区域 视频和图片显示 负责防守这座城市外围的俄罗斯第810海军步兵旅 已经放弃了阵地 其撤退时的混乱状况宛如雪崩一般 乌克兰军队第225营 俘获了该旅的一名连长 据他透露 该旅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在战斗中阵亡 剩下的士兵也陷入了无序的状态 作为库尔斯克地区的铁路枢纽 科列涅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座城市的铁路直接通往乌克兰的苏美 并且是进入北库尔斯克的门户 一旦乌克兰军队完全控制科列涅槃 他们便能沿着公路向西北推进 目标指向雷利斯克 E38高速公路的西端枢纽 而利戈夫则是E38在北部的枢纽 科列涅槃 雷利斯克和利戈夫一起构成了 库尔斯克运输网络的铁三角 科列涅槃的尸首标志着这一关键网络 已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 乌克兰军队正向西北推进 对另一座战略重镇利戈夫 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一旦乌军控制该地区 便能从战略层面 瘫痪俄罗斯西部的物流网络 国防快报的军事专家伊万纪里切夫斯基 在8月17日接受Espresso采访时 分析了库尔斯克地区的战局 他指出 利戈夫对乌克兰的进攻 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旦控制该地区 将为乌军切断俄方物流供应链 提供关键机会 纪里切夫斯基解释道 库尔斯克地区的铁路网布局 极具战略价值 全库尔斯克州拥有1500公里的铁路 俄军依赖这些铁路 向前线输送物资 克里姆林宫的大宗商品出口 也依赖该地区铁路 包括古物和铁矿石等 这些贸易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 直接支持其对乌克兰的战争 继里切夫斯基预测 未来几周内 乌克兰军队将采取更具战略意义的行动 切断俄罗斯的后勤补给 进一步削弱俄军的作战能力 由于克里涅潘已经被占领 利戈夫也处于包围中 雷利斯克的俄军几乎不可能获得增援 在这种困境下 俄军士兵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投降 要么尝试突围 但突围意味着 可能在撤退途中遭遇乌军的追击 而遭受重创 另据报道 俄军为了阻止乌克兰军队的推进 主动炸毁了位于乔特基诺 及其东部临近的两座桥梁 俄梅斯沃尔的记者 前俄军指挥官鲍里斯 罗仁表示 炸桥是为了阻止乌军的进攻 给俄军争取重组的时间 目前 俄军已撤退至塞姆河东岸 而塞姆河西岸700平方公里的区域 和27个定居点 基本已被乌克兰军队控制 这一撤退行动 再次显示了 俄军在库尔斯克战场上的消极表现 反映出士气低落 和对局势的悲观情绪 军事专家指出 即便乌克兰军队目前在库尔斯克的控制区域 俄军在短期内要重新夺回这些失地将非常困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西方军事官员透露 目前在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军队至少有一万人 他们配备了大量重武器 并在持续修筑防线 即使不考虑随时可能越境支援的乌军 仅这一万人的部队 就足以在库尔斯克维持强大的防御能力 要想夺回这些失地 俄军至少需要三万名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补给充足的士兵 而目前 俄军仅从前线等地抽掉了五千人 这些部队还来自不同地区 其中一支部队 甚至来自战况最激烈的顿涅茨克地区 表明俄军在兵力方面也捉襟见肘 短期内几乎不可能集结足够的兵力 对库尔斯克的乌军发起有效反击 值得一提的是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面对库尔斯克州的局势束手无策时 普京前往请教斯大林 询问当年如何打赢库尔斯克保卫战 突然 一张纸条从天而降 普京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两句话 第一 使用乌克兰方面军 第二 让他们用美国援助的武器 这个笑话反映了两个事实 首先 乌克兰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堪称真正的战斗民族 其次 苏联当年战胜德国 美国的援助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今这两大优势都站在了乌克兰一边 因此结局可想而知 乌克兰人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对自由的追求 最终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他们的成功并无神秘之处 仅源自一颗勇敢追求未来的心 最终赢的尊敬 最终赢的尊敬 最终赢的尊敬